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旋风卡牌,市场的奇幻游戏 二,雕塑的悠悠球戏,市场的时空游荡 三,画布的迷雾之城,市场的神秘探忧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旋风卡牌,市场的奇幻游戏 在艺术市场的奇幻期盘上 画作不仅是艺术家灵魂的映射,更是投资者,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参与的一场旋风卡牌游戏 这场游戏中,每一张卡牌都拥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而玩家们则需要洞察力,知识,甚至是一点点运气来获得胜利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场游戏的基本规则 在这个游戏中,每一位玩家都希望从市场中获得最有价值的卡牌 也就是最珍贵,最罕见,最具投资潜力的画作 这些画作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时代,包括了古典大师的杰作 现代艺术的创新之作,以及当代艺术家的前卫表现 然而,这场游戏的趣味之处在于,市场的风向总是变幻莫测 一张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卡牌,今天可能就因为某位名人的一句赞美 一场成功的展览,或是某个艺术运动的兴起,而价值翻倍 反之,一张曾经被视为无价值宝的卡牌,也可能因为市场趋势的变化,而黯然失色 在这场游戏中,伪造卡牌是一个让所有玩家都头疼的问题 这些高仿画作的出现,不仅考验着玩家们的鉴上眼光 更是对市场诚信的一大挑战 而鉴定大师则是玩家们的好伙伴 他们拥有辨识真伪的超凡技能,能够帮助玩家避免落入伪造卡牌的陷阱 当然,这场游戏中最让人兴奋的时刻,莫过于拍卖会缓解 在这里,玩家们将有机会竞标那些传说中的稀释真品 随着拍卖师的每一次垂击,卡牌的归属和玩家的命运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游戏中,情感连结是一张特殊的隐形卡牌 对于某些玩家来说,画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钱 他们代表着艺术家的创作精神,历史的一段记忆,或是个人的某段情感历程 这种情感连结,使得画作对于他们来说,拥有了无法用价格衡量的独特价值 总之,在画作的旋风卡牌,市场的奇幻游戏中 每一位玩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胜利之道 无论是追求财富,名望,还是艺术的真谛 这场游戏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乐趣 而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本身,那些被时间考验过的画作 则以其永恒的魅力,见证了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悠悠球系,市场的时空游荡 在探讨雕塑的悠悠球系,市场的时空游荡这一主题时 我们首先得承认,雕塑界的确有其独特的幽默感 想象一下,从古希腊的理想,美到现代的抽象形式 雕塑艺术就像是在时空中游荡的悠悠球 不断地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之间上下起伏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希腊时期 当时的雕塑家们对于人体美的追求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们雕刻的男性裸体雕塑,既是对人类形态的赞美 也是对运动员的颂歌 然而,如果他们知道几千年后 他们精心雕琢的作品会被放在博物馆里 供人们自拍打卡,不知他们会做何感想 跳到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再次达到巅峰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不仅是技术上的壮举 也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升华 但想想看,如果大卫知道自己的裸体形象会被印在T恤 咖啡杯,甚至是冰箱贴纸上 他会不会选择穿上一件运动衫呢 再来看看现代雕塑 从达里的超现实主义到杰夫 昆斯的波普艺术 雕塑似乎从严肃的神坛走向了大众的生活 这些作品不再只是艺术鉴赏的对象 它们成了社会和文化评论的媒介 甚至是自我嘲讽的工具 想想昆斯的气球狗 这不就是对当代消费文化的一种幽默吐槽吗 雕塑的市场也是一场悠悠球戏 一方面,古代雕塑的碎片在黑市上价值连城 另一方面,当代雕塑家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以天价成交 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也反映了雕塑作为投资和身份象征的双重角色 总之,雕塑的世界充满了时空游荡的悠悠球 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下起伏 不仅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变迁 也展现了艺术市场的波动 而我们,作为观众 既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 也是评论家 不妨以更加幽默的眼光 来欣赏这场跨越时空的雕塑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部的迷雾之城 市场的神秘探忧 在探索艺术市场 这片神秘而又迷人的迷雾之城时 我们仿佛是一群勇敢的探险家 手持画笔和调色版 踏入了一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扇窗 透过它们 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的辉煌 现在的热情 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 在拍卖会上 以天价成交的艺术品 你可能会想 这些画作背后 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许是某位大师的一作 又或者是藏有历史密码的神秘画卷 然而 事实往往比小说更奇妙 有时候 一幅画之所以价值连城 可能仅仅是因为 两位亿万富翁 在拍卖会上的一时兴起 他们的竞价 如同孩童的游戏 却意外地将一幅画作 推上了历史的高峰 再来看看那些 被遗忘在阁楼里的画作 这些画作多年来默默无闻 直到某一天 被某位幸运而偶然发现 一夜之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艺术的价值 有时候就像是一场宝藏狩猎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转角 会遇见什么惊喜 不过 艺术市场也是一个充满谜团的地方 有些艺术品的真伪 至今仍是一个谜 他们的绅士之谜 比达分歧的微笑 还要令人费解 这些谜团 不仅挑战着鉴定家的智慧 也让艺术市场 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那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 每一幅画作 都承载着艺术家的情感 梦想和生命故事 有些画作是爱情的见证 有些则是战争的哀歌 这些故事 让每一幅画作 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理解 总之 艺术市场就像是一座迷雾之城 充满了未知和可能 作为探险家的我们 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揭开它的面纱 但正是这份神秘 让艺术的探索之旅 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和惊喜 所以 拿起你的放大镜和画笔 加入这场寻宝之旅吧 谁知道 下一个传世之作 可能就等着你去发现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画作的旋风卡牌 市场的奇幻游戏 雕塑的悠悠球戏 市场的时空游荡 以及画布的迷雾之城 市场的神秘探忧 这三个主题 在这些探索中 我们深入了解了 艺术市场的变幻莫测 幽默搞怪的一面 以及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和价值 在这场游戏中 我们发现了艺术作品的价值 并不仅仅是在于金钱 他们代表着艺术家的创作精神 历史的一段记忆 甚至是个人的某段情感历程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 艺术市场的不可思议之处 一幅昨天默默无闻的画作 今天可能因为某个事件 某个人的一句话 而价值翻倍 这种变化之快 让人不禁胆慨万千 在这里我要问一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被艺术市场 这场奇幻的游戏所吸引 你是追求财富和名望的玩家 还是追求艺术的真谛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幅画作 让你深深着迷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 最后 我们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希望你们在这场奇幻的艺术游戏中 找到自己的胜利之道 不管你是一位投资家 一位收藏家 还是一位艺术爱好者 艺术市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和乐趣 而在这个过程中 艺术作品本身 以其永恒的魅力 见证了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